在关系美国赠送给我们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在昨天抵达桃园机场了 可是要先请教采薇为什么会引发蓝绿的论战呢 就在昨天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抵达台湾了 但是这些疫苗都还没有开始施打就引发了蓝绿之间的论战 就在昨天呢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赫明他就在脸说发了一篇文章非常的酸 他就说很多的政治人物小编不是每天都几乎要疫苗要疫苗不然活不下去吗 问题是没有疫苗吗 因为他就指出路透社有一篇报道 而这篇报道里面就提到了美方认为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疫苗 应该是政治疫情比肺炎疫情更加的严重 他也非常的酸说现在疫苗来了 不过这些政治人物的小编都休息了吗 为什么没有声音 那么在昨天第一时间总统蔡英文他也在脸书上面感谢美方 他就说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台美真有情 而国民党他们也是有感谢美方 但是他们也把重点放在呼吁蔡政府要修改这个疫苗的政策 国民党的党主席张启臣他就进一步提到了 台湾需要的是疫苗而疫苗的民怨还有民意现在国际都听到了 但不是人家娟乐蔡政府就要开始大内宣 张启臣他也批评啊这不是政府一个人的功劳跟责任 疫苗是用来救命而不是让你用来宣传用的 财威竟然现在包括美国跟日本赠送我们的疫苗都先后到位了 所以立委呼吁大家思考是不是要放缓国产疫苗 不要变成所谓的早产疫苗了 在立法院呢 国民党党团就提案在八月底之前要购买四千万剂的疫苗 以及要求要公布三加十一决策的记录 但是这两个提案呢都被否决了民进党团的立委郑云鹏他也进一步的提出 现在国际上的疫苗如果你要现货的话呢 那就是只有中国国药还有科兴 所以他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 他就说啊现在你是如果要现货派的话 那么就是中国派 他也说其实朝野已经成立了三加十一的调阅小组 不用再另外处理同一个案件 当然国民党对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同意的 认为这只是推托之词 而且国民党也强调其实在国际上面 还有其他品牌的疫苗 不是现货只有中国的疫苗 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民众党的立委高红安 他有针对疫苗对蔡政府做出了一些呼吁 他就提到了现在我们的疫苗到货是两百三十五万剂 接种人次是一百四十三万 而六月二十号也就是昨天美方捐赠了两百五十万剂 这样加起来我们大概是有四百多万的疫苗 不过其实还是不够的 所以高好安就认为这个接种的顺序应该要做调整 还有国产疫苗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让他好好的做完三期 以及中央还有地方应该都要加强沟通 让双方的资讯更加的畅通 如此一来才可以尽快解决疫情的问题 另外好心肝之前不是违规施打疫苗吗 采薇现在在北市府这边有官员要负责吗 台北市因为疫苗爆发出一连串的争议 包含核心诊所要疫苗 还有好心肝诊所违规施打 而现在呢这些也都重创了台北市政府的形象 那么台北市的卫生局长黄世杰 他口头请辞 但是柯文哲并没有批准 事实上我们来看到这些内幕 根据了解呢其实黄世杰 他根本不想要请辞 包含柯文哲办公室的主任 也是劝他是不是请辞负责 但是他直接说不干我的事 他不想要请辞 但是黄世杰的争议似乎还蛮大的 包含基层诊所之前不是都有在抱怨 排不到疫苗 但是他们跟卫生局去反应的时候 卫生局却说是你们自己造册太满了 所以很多的基层医护都认为黄世杰 非常的难沟通 遇到事情就推脱 现在就连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也跳出来说 每次在召开防疫记者会的时候 黄世杰应该是关键的角色 但是他每次都把自己当吉祥物 坐在那边也不回答问题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么遇到高嘉瑜的事情 柯文哲是说核心诊所 有透过高嘉瑜跟北市府的卫生局 要疫苗 但是黄世杰他却说 他有把高嘉瑜的需求转给专员 是专员说可以的 所以北市府的官员也认为 黄世杰的这一番说法 根本就是在甩锅 但因为黄世杰 他是柯文哲台大的老师 就连柯文哲也拿他没有办法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